全面搶攻 疫情解封後的商機 看到雙十一全面起跑了 過去499之亂 我們還記憶猶新 今天晚上我們要告訴你 恐怕要再先更殺的288之亂 而我們也要為您解密 當電信五哥變三哥 電信三雄并購大戰的背後 都5G時代了 為什麼他們還在為4G的評官殺紅眼 電信江湖 大老闆沒告訴你的事 雙十一快要來了 我想大家現在都開始準備 要開始剁手 躍躍欲試 可是你知道其實在電信五雄當中 雙十一之後可能 有可能就只剩電信三雄 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 台灣大哥大他要併台灣之星 遠傳要併亞太電信 所以這兩家要被併的 台灣之星還有遠傳 就在雙十一 也就是他們要在被併之前 決定來個大絕殺 那消費者可就撿到平 怎麼樣的絕殺 我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們曉得我們到電信公司 不外乎是什麼 你可能是單辦門號 你也可能是門號加手機 你也可能是辦一些影音 你也可能會是買手機 反正這些東西 你現在去台灣之星 或是雙十一的優惠 人家台灣之星甚至還直接講 他說我這個優惠要連辦一個月 我從11月1號辦到11月30號 那真是沙沙沙沙到血流成河 我們稍微看一下到底有多低 剛剛就像也跟我們提到 其實遠在2018年的時候 中華電信就因為499之亂 震撼了全電信業界 消費者也覺得499吃到飽 好划算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次如果也跟499一樣 是不是就滿划算 不 低 還有更低 我們來看有多低 台灣之星 他講喔 市集吃到飽 月租費399 又便宜100咧 然後他還送你1000塊 理券等於月付357 夠不夠低 還有更低 來 亞太電力說 我吃到飽月租388 我送你2000四 所以我最後月付等於是288 這288跟當初的499之亂 等於是又便宜了211塊 那大家會問啊 你剛剛不是說台灣大哥大病 台灣之星 然後遠傳要病 亞太電信 怎麼好像都只有聞樓梯響 沒有聞人下來 你看台灣大哥大從去年 就開始說他病台灣之星 到底什麼時候要病 我跟各位講卡在哪個原因 就是卡在頻寬的上限 我們來看喔 我們曉得電信三雄的頻譜資源 其中在表格上 有沒有看到1G 3G跟6G 我特別是講1G 因為1G的穿透率特別好 所以大家在這一塊呢 大家是列為兵家必爭之地 但是政府釋出一機的頻寬 也不過就150 我們講的MHz 150喔 然後呢 為了防壟斷 你絕對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來大家幫我算一下 150才是三分之一就是50 你不能超過50 眼前的觀眾有沒有發現 如果台灣大哥大一旦病了台灣之星 有沒有超過50 有60對不對 所以就卡在這兒啦 台灣大哥大說我半點不讓 我半點不讓 可是政府說你不能壟斷 所以就變成台灣大哥大 和台灣之星的併購 就一言再言 遠傳也跟著 併亞太電信的合併案 跟著被延宕 各位曉得嗎 其實台灣之星跟亞太電信 背後大有來頭喔 台灣之星的背後是誰 紅海集團 這好像不是他們的本業吧 你要他們跟著剛剛我說的 電信三雄一起搶五機 要不要砸錢 要 但砸錢我總要回收吧 我們都想說電信業的回收 是比較慢的 可能是要往後推個數十年 那但這兩家既不是本業 又砸了那麼多錢 好回收又要回收得很慢 你覺得他玩得下去嗎 我們來看看 台灣之星背後的頂星 他們在這兩家 台灣之星在這八年來增五機 結果增到什麼 虧了393億 有沒有有一種 就是徒勞無功的感覺 那亞太電信雖然背後是紅海 但是他也虧了388億 你要知道 他們這些毛利都是 都是一點點 一二都要計較的 我怎麼能夠讓你這樣 放油虧下去 壓垮落口最後到 消費者一定還記得 就2018 突然你做完電信 還來個什麼499 那我是不是也必須 跟著你消價競爭 好啦結果 我本來就已經回收很慢了 又被你499這麼一砍下去 我回收感覺有點遙遙無期 怎麼辦 忍痛放棄 所以不管是背後紅海 背後頂星 台灣之星亞太第一 就這麼樣被併了 所以這個併購的江湖 我們看到的 另外一面是5G的眼淚 時代的眼淚 說到了併購 這個人如果說他第二 沒有人敢稱第一了 併購大王陳泰銘 居然短短兩個禮拜 半個月的時間 砸下了超過200億 買買買 大動作的背後 一切的一切居然為了 建制電動車 說到電動車 不能不提郭董生日那一天的 那一場豪華派對 大家別只看到了5款新車 原來劉揚偉跟郭董同框 背後藏著 背後居然暗藏滿滿的 搶單特斯拉的密碼 好 講到併購會讓大家想到 被動原件的龍頭國具 這幾天都暫停交易 因為有大事 我們來看 這個陳泰銘過去在業界 被人稱為是併購大王 人家被叫大王不是假的 你看他從2000年 他就為了要讓自己的 被動原件王國 能夠從全世界的前三大 變成第一大 所以你看他現在2000年花180億 那時候是巨資 買下了菲利普被動原件事業 接下來2018年又花了220億 買下了美國的普斯 他也是做被動原件的技術的 但是2020年這個最特別了 540億買下美國的基美 這個是做電容器技術的 他買下他這三樣 全部都跟被動原件有關 那目的是什麼 我剛才說了 他想要做被動原件 全世界的一哥 但是現在我們都曉得 未來的潮流會是什麼 郡相也很清楚 就是電動車 那你國具跟電動車 好像目前還沒有什麼 特別重大的關聯 不過我們說的暫停交易背後 當然是有故事的 各位你知道嗎 10月中的時候 他就突然宣布 他併購了德國鶴利士 你知道德國鶴利士做感測的 然後在昨天 他又突然重磅宣布 他要併購法國的施耐的 也是做感測 總共花214億 大家聽到感測 有想到一個嗎 不就電動車嗎 那不就是代表 陳蔡明他的版圖 已經想要從被動原件的龍頭 還要跨足到我們講的車電子 我這邊講一句 陳代明曾經說過的話 他在2020年併購 剛剛我說的540億的 基美美國電容器技術的 這家公司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 他說原來蛋糕上的奶油 是如此的sweet 則如此甜美 就像這什麼意思 那個奶油 他形容其實就是我們講的技術材 他併購基美要的是電容器技術 他併購 鶴利士跟適乃德 要的是你感測技術 為什麼 因為他劍指電動車 說到了電動車的江湖 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來 大家倒帶一下 我們看過了 郭董春日那一天的豪華派對 五部新款一次讓你看足 看就很好嗎 原來有一個面向 大家別忘了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當劉洋偉 當郭董童框的那一刻 原來暗藏滿滿的搶單密碼 是 我們曉得生日派對上面 你看到Model C Model B Model V 甚至Luxian的N7都跑出來了 那你不要看到這些車子 車子的背後 不是只有你洪海一個人的力量 可以做得出來了 你一定要什麼結盟 所以我們都曉得 它有什麼MH平台 此外不管玉龍也進來了 不管是其他的這些做車跟車用電動車有關的 我這邊特別要提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夥伴就是陳泰銘 所以你以為陳泰銘他為什麼要介入車用電子的部分 來 因為他要跟洪海 可能未來會成為BodyBody的鐵桿結盟兄弟 來 陳泰銘去年與洪海合資成立了國創半導體 而國創半導體他要佈局的是車用半導體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車用電子 好 那也就是說陳泰銘以後 如果真的這個事業做得很好的話 那就是正式從被動元件還跨足了車用電子囉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回到就像剛剛所說的 我們看一場生日派對 我們曉得現在的這個長度是劉洋偉 那劉洋偉在洪海科技日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 他說我們希望在三年後也是2025年 洪海的車用電子電動車營收能夠衝上兆元 衝上兆元 這不是海航就能夠衝得上去啊 你要知道現在車用電子只佔洪海的營收多少錢 200億 你如何從200億變成一兆 以後扣成50倍 你要如何做得到 有一個辦法 想當初洪海是怎麼成為帝國的 他不就是搶下了賈博士手上的iPhone的訂單代工 所以他成就了現在的洪海帝國 那時候掌舵者是誰 是郭台銘 好啦 郭台銘傳承交給了劉洋偉 因為他也傳承了郭董這樣的概念 我一樣要搶單 我要搶誰 我要搶的是馬斯克的特斯拉 如果我能夠搶下馬斯克特斯拉的訂單 交由我IH平台來生產的話 我200億就可能變成一兆了 但這樣的情況下 需不需要有盟友來幫助 這也就是陳泰銘會和洪海 共同布局未來電動車的最主要原因 邀請您一起加入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挖真醬